我遇到过许多难以解释的怪事 很多次我九死一生 现在让我带你们进入那些海人听闻的故事里 长安风哥 今天风哥要跟大家分享的一个故事呢 是发生在风哥的朋友身上的真实的故事 所以为了能让这个故事显得更加真实 风哥就用第一人称来跟大家讲述这个故事 那是一个秋天的中午 当时我刚从外地出差回来 突然就接到好朋友的电话 好朋友说前几天他奶奶去世了 所以他在外地的一个表姑 要来参加奶奶的葬礼 但是他们家呢是在秦岭山的山里面 这个表姑呢又是从外地坐火车来的 当时家里头事多 人很忙 所以人手就拉不开 就打电话给我 看我能不能去火车站接一下他这个表姑 然后再送到秦岭山里边的他们家 我记得当天我大概是六点半左右 到的西安火车站 但是接到我这个朋友 他表姑的时候 已经是大概七点多了 按照我朋友的安排呢 我就先带他表姑到附近 找了个饭馆吃了个饭 吃完饭就赶紧赶路 路上啊 我就跟我这朋友 他表姑聊了一会儿 才知道我朋友的奶奶跟他表姑的爸爸是亲姐弟 因为这次事发突然 他表姑的父亲本来要来 可是因为年龄太大了 血压又高 家里人就担心老人家看到这个场面受不了 再发生点什么意外 所以就没让他来 他表姑自己作为代表就来了 说到我朋友的奶奶 他表姑每说两句就一直不住要哭 他回忆说 当年老太太人很好 对孩子也特别心重 每次家里有了晚辈来 都要把自己平时积攒下来的好吃的 拿给孩子们吃 还说老太太平时身体还不错 红光满面的 除了家里到老二没有考上大学 一直在山里务农 其他几个孩子都考上学校在外地工作 孩子们总说接她到城里去住 可是老太太说山里都住惯了 空气好就是不去 其实大家都知道 老太太是怕去了影响孩子们的工作 一路上说着说着那些过去的旧事就翻江倒海的 在我这个朋友他表姑的脑海里就翻来倒去 他说了很多很多关于我朋友他奶奶的往事 秋天的秦岭啊 是非常寂静 而且还有浓浓的消瑟的那个气氛 温度也开始变低 偶尔呢还会刮起一阵风 当天我从山外面往他们家走的时候 当时记得进山的路只有一条路 所以进山的时候我就给朋友再次打了电话 确认了他们家的地方 然后按照他说的那个路线就开车进山了 进山的时候天已经完全黑了 山里头的小路上也没有路灯 但是因为山里的空气好 能见度比较高 所以我记得当天晚上的月亮很亮 借着车灯啊 有时候还能够看到从路边的山沟啊 田地里跳出来的什么野兔啊 野猫之类的 有时候还能听到从山村的树上传来的猫头鹰的叫声 不知道车拐了多少个弯 远远的就看到前面的山洼处 一片灯火辉煌 再往前走呢 就借着车灯 看见一个身穿着白色校服的人 远远的就走了过来 后边好像还跟着几个人 那正是我的朋友强子 强子给我打了招呼 然后示意我再向前开 开到前面不远的地方 有一个小型的停车场 有几辆早到的车已经停到那了 于是我也把车开过去 停好了车 然后家里人就把他这位表姑接到屋里去了 一进屋就听见他表姑撕心裂肺的哭声 我关好车门的时候 强子刚好从后边走过来 他就拉着我的手跟我说 哎呀 你辛苦了 我这实在是人手拉不开 只好让你跑一趟 我就跟强子说 我你说这哪里话 咱俩这关系 快别说这话了 强子说天很晚了 要不然就不要走了 因为晚上的山路也不好走 我本来已经打算这两天把其他事都腾开 来专门给强子他们家帮忙 于是就跟他说 我明天也不走 我看看我还能不能给你帮什么忙 你这有什么活 你就给我安排 强子说 那行 今天也没啥事 明天呢 你帮我烧几个回城的亲戚回去 就是晚上呢 咱这山里头的住宿条件也不太好 你得将就一下 我说这没问题 好歹还是在家嘛 又不是在荒野的山地里 等晚上的事忙得差不多之后啊 强子就把我带到他们家院子左边的一间房子里头 山里头也都没有床 全都是炕 就是冬天炕烧起来比较暖和 为了不打扰炕上的其他人睡觉 墙子呢 就打开了手机上的手电 把我带到炕跟前说 说今天晚上啊 你就先睡到这儿 这儿睡的这几个人呢 都是我们家亲戚 明天你把他们烧回城 然后就给我拿了一个被子 让我盖上 时至秋天 当时山里头的气温本来就低 到了后半夜 就显得有些冷了 那个炕烧本来就不太大 已经横横竖竖的躺了好几个人了 还好有一个地方 我能够勉强睡下 大家也都是忙了一天了 所以这会儿都睡得很死 有几个人还在打憨 于是我就脱鞋上了炕 因为冷啊 也就没有脱衣服 盖上被子就躺下了 当时我记得借着月光啊 还能看到窗外的树枝 在风中摇摇晃晃 加上一路上的疲惫啊 所以不一会儿 我就迷迷糊糊的睡着了 睡到后半夜的不知道什么时候 我感觉 他们家的门突然响了一声 同时好像闻到了一股 什么奇异的香味 听到那个门响的声音 再加上又闻到了这个香味 于是我就在朦胧中 慢慢的睁开了眼睛 就朝门边看去 这一看 可把我吓了一跳 因为我清清楚楚的看见 那个打开的门口 站着一个人 只见那个人站在门口 向屋里的两边扫尸了一下 然后就慢慢的 向炕的方向走过来 那骨子香气也越来越近了 同时 还伴着那么一些 说不清的寒气 当时那个情景 吓得我是纹丝不敢动他 只有悄悄的睁大眼睛 借着月光去看那个人 到底是谁 他来干什么 慢慢的 我看清楚了 那是一个老太太 这个老太太身上穿着 深颜色的衣服 头上戴了一个浅色的头巾 就慢慢的走到了这个炕的跟前 那个布子呀 是特别缓慢 看样子 那个神情也特别的和蔼和安详 这会儿啊 夜就特别静 那几个原来打汗的人 也都不打汗了 就只见那个老太太走到炕跟前 站了一会儿 然后就慢慢的低下头 仔细端下 在炕上睡着的这几个人的脸孔 好像是要认出来谁是谁 每认出一个人来 她就走到跟前 给那个人拽拽被子 爷爷背脚 看那个样子 是十分的慈祥 那个老太太呢 先是从离我最远的地方 一个一个的看那些人 之后给他们盖被子 然后就慢慢的走 朝我的方向走过来 走到我这儿的时候 我借着月光 好像看见那个老太太的眼神 有点疑惑 她看着我瞪了半天 也不动弹 也不走 看那个样子 好像是觉得我很陌生 我有点发怵了 我想起来跟老太太解释一下 可是当时觉得身体沉得 丝毫不能动弹 于是就想开口说 说奶奶啊 我是强子的朋友 来帮忙的 可是不知道是当时 是太困了还是怎么回事 我用了最大的劲 都张不开嘴 奇怪的是 当我在心里面 说出那句话的时候 这个老太太似乎明白了 她慢慢的点了点头 然后用一只手压着我 没说话 那意思是让我继续睡 接着就给我拽了拽被子 咽了咽背脚 当老太太给我 咽背脚的时候 那个手啊 就不小心碰到了我的脖子 当时我觉得那个温度 是无比的冰凉 冰凉的都有些刺骨了 让我不禁浑身 猛的哆嗦了一下 还好的是 由于时间比较短 所以老太太给我 噎好了背脚 那个手就戳回去了 当时虽然害怕 但是心里面 其实也挺暖和 我心想 这山里人啊 就是添朴 就是好 这老奶奶这么大年纪 大半夜的还起来 看客人睡好了没 这之后 只见那个老太太 就慢慢的又走回到了门口 门又响了一声 然后关上了 同时 原来的那股奇怪的香味 也慢慢的就消失了 这时候我才想起来 我好像根本就没有听到 那个老奶奶走进来 和走出去时候的脚步声 当那个老太太走出去之后 屋里重新又回归到一片寂静当中 我想了很久 也不知道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后来啊 也是由于累 想着想着 慢慢也就迷迷糊糊 就又睡着了 第二天天刚亮的时候呢 我就跟大家一起 早早就起来了 出门的时候 我这个朋友强子 已经给他奶奶上香了 按照习俗啊 也出于对强子奶奶的尊敬 我也走到灵棚前 上了三炷香 上香的时候 我还专门看了看 那个灵堂里的遗像 这一看 可把我惊出了一头冷汗 这不就是昨天半夜进屋子给我们椰背脚的那个老太太吗 一时间我惊得半天说不出话来 当时强子就站在我身边 他看我这个神情不太对 就问我说 你是不是昨天晚上没睡好 有点迷糊 我当时还沉浸在昨天晚上那个场景的回忆里面 所以就暂时没有回应强子的话 于是强子就不放心的把他的手放在了我的肩膀上 拍了两下 然后问 你怎么了 你没事吧 我看着那个遗像 问强子说 这是你奶奶 强子说 是啊 我说 那你家里还有没有其他老人 强子说 没有了 我说 那你奶奶有没有姐姐或者妹妹 强子说 我奶奶啊 没有姐姐妹妹 她只有一个弟弟 年龄也大了 人又在外地 所以就没敢让回来 昨天你接的我姑呀 就是我奶奶她弟的女儿啊 当时我就觉得晕得有些站不住 我就赶紧把枪子拉到一边说 说我昨天晚上明明看到你奶奶开了门 进来给我们所有人都盖了被子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一瞬间 我朋友强子也瞪着眼睛 他半天也说不出话来 也可能是听到了 我跟强子在讲述昨天晚上的事 旁边有一个中年妇女模样的人走过来 后来强子介绍说 这是他二婶 二婶问明了详情之后 也没有觉得奇怪 她只是不停的抹眼泪说 唉 这是你奶奶放心不下 她走得急 想回来 再看你们一眼 第二天举行完了仪式 将老人下葬之后 我就按照强子的安排 带着她的几个城里的亲戚 就回了城 以后也就再没有去过强子在秦岭山里面的老家 这件事到现在已经过去了很多年 每次想起来 我还只能用强子她二婶的话来解释 那就是老人家临走临走了 不放心 所以才回来看了大家一眼 朋友们 讲到这儿这个故事就讲完了 这个故事 虽然没有多么恐怖 但是他却给人间的生和死注入了一股暖流 风哥不止一次的听过身边的朋友说 家里头已经去世的亲人 有时候会还魂到某一个活着的人身上 嘴里面说着一些 这个活着的人根本不会了解的家庭的事情 我记得有一次 我有一个朋友说 他的舅妈去世了 他的舅舅呢 又新娶了一个女子 可是在婚后不久啊 他新娶的这个小舅妈 就总是突然间在癫狂之后 好像被鬼上身了一样 就以他死去的那个舅妈的口吻 讲述着生前死后的事 那大义就是埋怨他的舅舅 在自己走了之后 又娶了这么一个女人 没有把家照顾好 没有把孩子照顾好 一开始的时候啊 他这个舅舅也很害怕 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后来呢 这个民间就有很多人给支招给想办法 于是在后来的时候 他这个舅舅呢 就拿出一些什么刀啊 棍啊这些东西 就拼命的吓唬那个还魂的人 这么一下唬呢 那个人就退去了 当那个人退去之后 他这个小舅妈再醒过来 你再问他刚才发生什么事 他全然不知道 还有一次呢 我记得有一个朋友说 他的爷爷当年应该是过周年计 那具体多少年不记得了 他说很奇怪 当天呢 他们把他爷爷的照片呢 拿出来放在桌子上 那个照片放的是非常非常的稳当 当时家里头也没有风 可是不知道为什么 在后半夜的时候 那个照片就平白无故的倒在了桌子上 至今他们家没有任何人能够解释这个事 我也相信啊 其实在咱们的朋友当中 有很多朋友可能都有过这样或者那样的经历 也希望各位不妨把您遇到的这种经历呢 能够放在我们的评论当中 跟大家一起来分享 好了朋友们 今天的这个真实的故事 到这儿呢 就跟大家分享完了 我是主播长安风歌 想要听到风歌讲述的 更多的离奇怪异的事件 请大家到长安风歌的长安鬼市来收听 好了朋友们 咱们下次更新 再见